桃园捷运也传出有确诊者了 这是公司25号针对了维修同仁确诊新冠肺炎指出 这位同仁是家人群聚所染疫 并不是工作场所而染疫 这位同仁为了维修处员工 他是平日负责的是轨道维修作业 依照公司规定上班时间都全程佩戴口罩 而且他的工作性质其实并不会跟旅客有直接的接触 这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您桃节 现在也有员工精传确诊 而新北市的确诊者最多的城市 不断传出了有确诊者待在家里头 没有病床的事情 外界质疑新北市防疫量能是不是严重不足呢 市长侯友宜他做出了驳斥 先带您来听 有关于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 集中检疫中心或是中央提到的 加强版的防御旅馆部分 我想再趁这一次机会 跟所有的好朋友的做个报告 第一个 我们这一次的不管集中检疫中心 加强版的防御旅馆 跟以往尤其去年最大的差别是 去年我们收容的 不管是居家检疫居家隔离 或是包机返台 集中的一些检疫隔离的措施 我们所安置的都是没有确诊的个案 可是从今年开始 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调整 希望把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或是新北市社的集中检疫中心 或是加强版的防疫旅馆 我们改收的是确诊者 确诊者里面的轻症或是无症状的 我们就安排安置到我们的这几个单位 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当他是收容确诊者 他背后所代表的他是确诊 这些确诊的个案是要有医疗的照顾 跟医疗的行为 所以后面一定有一个专者的医院来协助 所以设一个旅馆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 只要旅馆业者说 我同意接受征用就可以处理的 所以第一个他必须要有 这个医院以外 最重要的是后面要有专责医院的协助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的轻症或是无症状 病情有改变以后 我们就要受到后面的这个病房去做安置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配套措施 中央也在近期才做了一个完整的规范跟设置 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的实际的这个执行情况 在今天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也特别发布了 新北市安置在北中南 我们的集中检疫所也好 或是相关的防疫旅馆也好 总共有757位 那这里面分别在北中南 那谢谢我们中央的调配 也以及谢谢各县市的这个帮忙 我特别还跟各位报告今天新北市人送到其他的县市的检疫所 不要忘了那是市长的责任 是我们市政府每一个团队要去关怀的 所以我们有757个在北中南九个集中检疫所 所以我们有一个检疫隔离关怀中心 尤其送到外线市的 我们启动一人一社工的关怀 打电话询讯到底需要市政府做哪些服务 包括他家里 如果有希望他不方便可以协助的 我们都愿意尽力来协助 所以这些的需求 让他们能够询细来做安定 甚至有一些医药用品 没有办法带的 如何来协调当地的医院来支援 这也是我们要做的 至于解除隔离以后 我们会派专车把它送回新北 请这些到检疫所的新北市民 所有的亲友您放心 我们会全力地去照顾 我们这些在外线市检疫所的 这些新北市民 我们请不含